就你中头奖 买张彩券 不少民众喜欢自己选号 拼的就是一个手气 但怎么知道 自己辛辛苦苦 画出来的号码 扫入电脑后 却全都跳好 卖起来是 胆战心惊了 做你万一种了 你们以后买彩券 一定心里面有一个黑影 老板气氛难平 控诉台彩机器出包 两位民众在士林这间彩券行 自选买了精彩539 但电脑印出来的号码 竟然自动往右一号 弃得上门理论 老板无奈 只能自掏腰包 赔偿损失 中了头奖10亿的话 你会不会再找我 过来拜了 你们去看YouTube 以前也有跳号的问题 指控台彩机器年年出包 早就不是第一回 而台彩则回应 系统因为机台定位点的问题 加上纸张摆放角度等等 才会让彩券产生跳号问题 圈台有200多间彩券行 曾发生类似问题 为了避免纠纷 台彩表示 售出彩券的当下 经销商必须核对号码 等于就算因此没中奖 台彩是不会赔偿的 工程单还躺在桌上 台彩14号 已经派遣工程师 前来修理投注机 虽然属于投注机个案瑕疵 但民众购买彩券后 最好还是要仔细检查 以免和高额奖金 擦身而过 记得杨森游淘 台北采访报道